所以控方就认为 由于谢津奇的口供和周海良的口供 不是完全相同 所以认为他们说出来的都是事实 好了 很厉害的谢津奇律师 又怎样说这个话题呢? 他说 不是 谢津奇说的版本 和周海良说的版本 那个商议之处 不是细节来的 是涉及很重要的关键环节 这个关键环节是什么? 就是究竟谁杀谁? 周海良说是他杀过男死者 谢津奇是杀过女死者 而谢津奇的版本 是由他杀过男死者 两个在关键情况之下是不吻合的 怎能从这一点认为他们说出来的事实呢? 应该是相反 从他们两个说出来的关键情节上的不吻合 我们会知道他们没有可能基于同一个基础